这一会车头将进行改建柑定 当地大乡面临无所在附近的困境 为出自治丁公司拜托立委友好 来向台体公司邀请教会设丢会 也能够作用替多趁口 来作为大乡临时安地做生理的所在 包括广府计委处也出事参加 设丢行举是相当的乐观 立委友好各位办公室 邀请代替公司组合处 关乎各位处以及指定公司 代表会订相关单位共同出席 担对这一会车站旁边团乡 成为剃头趁口的可能性来进行协调讨论 我们的会议结论里面包含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协调会结束了之后 那我们台铁公司现在已经有成 就是同意由我们的集集生公所 这边来去做一个足用的使用 那同时在租金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以公告地价的5% 再加上其他额外税 其实租给集集生公所的一个花费 其实每个月大概是4000块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然后协助集集生公所来做这些的摊商的安置 今天开的结果就是说因为这间仓库没合法 就是公所来办理任期的摊商 用任期摊商的方案来申请 今天达到一些公司就是用任期摊商来申请 来把我们台铁作用 台铁也乐观举程 台铁公司供业 若是要做用剃斗城口来做行李 就必须先解决处地输用这条件的问题 另外包括管副界会出 整个的集集专文站 也拿出来共同讨论 那个集集正公所跟南投限制服目前在 还有日管处目前在这个集集火车站旁边 有规划了一个这个集集船站 未来要做观光旅游的一个转运使用 那旁边的藏库也算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台铁也很乐意的来把这个地方来提供给集集正公所 做临时的这个摊商这个安置 那后续的长期的部分也会来做这个地方创生 或者是其他方向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 那能够做更多这个项目的容许 因为铁路已经没有在行驶的 那这个这些观光已经落寞了 安拉攤板为了要生存 不管生意的好与坏 对生存之际也是要给他们 也是要有个生存之际 那感谢那个铁道 今天与工作的开会完全都在配合下 那也希望这次这次的圆满的一个结果 虽然台铁公司在协调会当中 标准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很難解冠 但经过集集正公所跟管副家卫处 逗风讨论和提出前例之下 发现都能以法来顺求改划 也有这次的协调会结果顺利落冠 集集正公所也很欢迎能够 带会车站旁边的团乡 找到改划方案 记者给门上赏本不动 谢谢观看